天高海阔 张修杰 但是他个人的政治生涯还没有结束 他依然是美国国会民主党的众议院的议员 但是呢 作为不是众议院议长的佩洛西呢 影响力肯定大大减少了 那所以他在离开这一届国会众议院议长的时候 发表一个演说 在华语文化当中有一句话 叫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鸟之将死其名也哀 作为佩洛西这个卸任的国会众议院的议长 他在卸任的演讲当中 我想应该有更多对未来的期许 但是佩洛西的临别演讲 变成了一个向共和党下战书的这样一个行为 佩洛西为什么向共和党下战书呢 因为佩洛西赶在他作为众议院议长的 这个最后任期的几天 通过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一个法案 这个法案就是联邦政府的年度开支法案 总共是1.7万亿美元 拜登过去提出过他的这个年度开支法案 疯狂到了这个6万亿美元 那么这次呢 这个1.7万亿美元跟6万亿美元相比 应该是大大的缩减了 因为在共和党的强力阻击之下 拜登的所谓年度开支要达到6兆美元 这根本就是个疯狂的梦 虽然没有6兆这么疯狂 但是1.7兆这个开支啊 也应该是相当庞大的一个开支 所以共和党人对这个开支法案是十分不满的 特别是在众议院 我们看待美国政治 看待共和党的内部斗争啊 这是通过这个1.7兆的年度开支法案 我们从众议院共和党议员和参议院 共和党议员投票的这个比例上看 我们就知道在众议院和参议院 共和党人的政治立场是有明显的差别的 这个差别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去聊 我们先说这个1.7兆的这个法案 这么庞大 它里边包含了什么内容呢 其实这个法案当中啊 大部分是美国的军费开支 这次通过的这个年度开支法案 总共有4155页 大家光看这个页数 你就知道 当这些国会议员们审查这个议案的时候 除了让助手们去细读之外 这些国会议员很难有时间 把所有的要点全部读一遍 这就是民主党人在推出这个议案当中的 一个非常重要特点 就是他所推出的议案啊 里边的这个页数特别长 那么这1.7兆是怎么分配的呢 大概有7725亿是用于美国国内的项目 而这个法案的大头呢 8580亿用于美国的国防开支 这个国防开支 我们前几天讲新闻都有涉及到 当中既包括有给北约的军费 也有给这个乌克兰的援助 那么加上这个北约的军费 加上乌克兰的援助 美国未来对乌克兰的援助 总共达到1000亿美元 我想这次二战结束以来 美国用于战争当中援助最大的一笔 除此之外呢 还有给台湾的这个100亿 用于购买美国的武器 这100亿呢有一点变化 开始传出来的消息说 这个法案当中100亿是拨款 给台湾的武器援助 后来呢 现在改了变成了对台湾的 这个买武器的这个融资 这笔融资据说在一定的年限 是要偿还的 台湾有些媒体看到这个法案的改变之后 高声欢呼说 过去这个法案是给台湾 100亿美元的拨款 现在呢 美国人讲话不算数了 变成了融资 其实无论融资也好 还是拨款也好 这100亿美元用于台湾 购置这个军备来作为未来 应对台海危机的必要条件 这是一个不会改变的事实 所以这次这个年度开支法案呢 对于民主党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胜利 我们现在看到媒体报道 这个开支法案 更多的是讲到 对台湾的这个拨款啊 更多讲到是对乌克兰的援助啊 其实军费开支 美国每年大概是8000亿左右 这是跑不掉的 这次军费开支创了新高呢 根据这个国会的解释 是因为通货膨胀的原因 导致了这个军费要提高 但是这里边呢 很多媒体都必于报道的 就是这7725亿用于美国国内的 这笔开支的明细呢 媒体很少报道 这里边呢 其实依然有非常庞大的 针对这个清洁能源的补贴等等 包括一些福利的开支 这是民主党一贯的做法 因为这笔开支 可以保证他们的政治资源 保证他们能够长期执政 那么这个议案在国会众议院呢 受到了共和党人强烈的反对 在国会众议院 除了五位共和党议员之外呢 所有的共和党众议员 都对这个法案投下了反对票 而在参议院呢 参议院的情况就有点不一样了 我们说在众议院 只有区区的五位共和党人 投了赞成票 但是在参议院 总共有68位参议员 投下了赞成票 现在在国会参议院 民主党人掌握了52席 换句话来说 最少有16位共和党人 投下了赞成票 那么按照国会参议院的议事规则 超过60票才能够通过这个法案 这次民主党人拿到了68票 远远高于了这个基本门槛 而投反对票的共和党人呢 总共只有29票 所以我们看现在国会众议院 和参议院共和党内部 可以说温和派跟保守派的力量对比 是不一样的 在众议院保守派强硬派 占比较大的优势 而在国会的这个参议院呢 温和派占了比较大的优势 这次通过这个法案呢 应该说得到了民主党的参议院领袖 苏默 还有得到了共和党参议院领袖 麦康纳尔共同的支持 当然在对外界的表述方面呢 两个人支持的重点是不一样的 苏默说 这次通过这个法案 是一个伟大的法案之一 它将来会影响到美国民众的生活 并且深深会影响美国的经济 似乎这些福利开支 这些对这个清洁能源的补贴 都是对美国的未来有非常大的正面的影响的 而麦康纳尔所说的呢 他重点放在了这个军费方面 他说 这个法案将会增加10%的国防开支 这将为美国的武装部队提供 确保美国安全所需要的资金和确定性 他说 世界上最伟大的军队将获得起所需的 超越通货膨胀的资金增长 在麦康纳尔看来 当今的国际局势 如果美军不够强大的话 不足以应对目前的局面 所以呢 麦康纳尔说 基于这一点 他支持这个法案 总共1.7兆 因为美国军队需要国防开支 麦康纳尔就完全回避了 7000多亿 用于所谓美国的民生 但是大部分钱用在福利方面 这个开支到底是否合理 在美国国会参议院 似乎共和党的温和派占了多数 虽然在参议院 有很多共和党的强硬派 是反对这个法案的 比如说克鲁兹 比如说卢比奥 比如说保罗 这些共和党的参议院 都反对这个法案 但是呢 这不影响这个法案 在国会参众两岸都通过了 那么既然这个法案通过了 佩洛西为什么在临走之前 要发表一个强硬的演说 向共和党下站书呢 佩洛西这个演说当中 他批评了共和党 现在众议院的领袖麦卡锡 佩洛西说 他说麦卡锡认为 这个法案的通过 是国会众议院最可耻的事情 因为麦卡锡在演讲当中 他说这个法案的通过 就是在资助左派的宠物 而这是个怪物 这是我在国会所见过 最可耻的行为之一 这项拨款的程序 让美国公众失望 这说明了在参众两院和白宫 都是由民主党一统天下的时候 美国政治最大的失败 我想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例子了 在麦卡锡看来 通过这样荒唐的法案 增加了美国政府的开支 为美国纳税人 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所以这个法案是他所见过 最可耻的法案之一 但是佩洛西却批评 这个麦卡锡说 你难道忘记了1月6号吗 我们看麦卡锡对这个法案的评价 以及佩洛西对他的反咬 听起来好像风马牛不相及 其实佩洛西首先玩了一个 偷换概念的花招 麦卡锡反对这个法案 是认为这个法案 开支太过庞大了 这会增加美国的债务负担 也会增加美国纳税人的负担 麦卡锡说 在明年共和党掌握了 国会众议院之后 共和党一定要逼民主党人 减少政府的开支 而佩洛西却批评麦卡锡说 你难道忘记了1月6号吗 1月6号我们都知道 指的是2021年的1月6号 川普的支持者闯进了国会 导致了国会出现了这个混乱 这个1月6号冲击国会事件 跟这个法案看起来 好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佩洛西为什么要把这两个事情 扯在一起呢 因为这个法案当中啊 有一项跟这个1月6号事件 相关的一个条文 这个条文是什么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经文 上节我们说 国会通过了1.7兆的年度开支法案 麦卡锡批评这个法案 是左翼的宠物项目 这是他在国会看到过最可耻的法案 但是佩洛西呢 反向麦卡锡说 你忘记了1月6号吗 麦卡锡所说的这个法案 可耻之处是在于 他增加了政府的开支 增加了纳税人的负担 增加了美国的债务负担 而佩洛西把1月6号这个事拿出来 看起来好像是风马牛不相及 其实啊 佩洛西是在偷换概念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开支法案当中啊 包含了其中一个改革法案 这个改革法案呢 叫选举人团计票改革法案 什么叫计票改革法案呢 这里面讲的就是在国会举行这个选举人票确认的时候 将来应该怎么样改革 我们知道在2021年的1月6号当国会确认2020年总统大选的结果的时候啊 川普要求美国国会参议院的议长也是美国副总统彭斯 在这个确认选举人票的程序当中拒绝承认选举人票有效 当时彭斯没有这么做 但是呢 彭斯有没有权这么做呢 这一点是有争议的 在彭斯看来 宪法没有赋予他改变选举人票点算结果的这个权利 但是呢 在川普看来有 川普认为美国很多州自行推出了共和党的选举人 那么根据这些共和党的选举人票呢 彭斯应该宣布川普在这个大选当中获胜 最起码是拒绝本来应该在国会通过的选举人票的结果 彭斯没有做 所以呢 在这个事情上就引起了非常大的这个争论 还有1月6号发生的这个冲击国会事件 跟这个选举人票的确认也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啊 美国国会里边的民主党的议员呢 就要求要这个修改选举人票的计算方法 怎么改呢 就是未来副总统美国国会参议院的议长 在确认选举人票过程当中啊 他只扮演一个仪式性的角色 他没有任何权利去否决这个选举人票点算的结果 这就是这个选举人团计票改革法案 这个法案呢 被塞到了这个1.7兆的年度开支法案当中 民主党人非常善用这些 就是在一个大法案之下 塞进一些他们想要的法案 民主党人想在国会通过很多法案 都被共和党人拦了下来 但是呢 其他的一些大法案通过的时候呢 他们往往会把那些 他们过去想通过而没有通过的法案 把它切碎 然后塞进这些法案当中 那么在1.7兆的年度开支 这么大的题目之下 很多人对这个选举人计票方法的这个改革 也就不在乎了 这就是民主党的政治伎俩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 麦卡锡这是批评这个1.7兆的开支法案 他说的并不是修改了这个选举人票的 这个计算方法 而是他指的是这个开支法案太过庞大 增加了美国纳税人的负担 但是面对共和党人的批评呢 佩洛西来了个偷梁换柱 佩洛西一直告诉大家说 你看麦卡锡反对这个法案 他批评这个法案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里边包括了一个选举人团的计票改革法案 这是共和党人以后 想在这个大选当中落败的时候 想用我们的法律漏洞来改变选举的结果 来破坏美国的民主 这就是佩洛西在临别演讲的时候 再一次把他的这个政治手段呢 完到了极致 1.7兆的这个法案通过过程当中 共和党在众议院的议员啊 绝大部分投下了反对票 那么这告诉我们说 未来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下一届这个议员当中啊 共和党的这个强硬派将会占大多数 而麦卡锡本身面对强硬派的压力 麦卡锡也被迫向强硬派妥协 比如说这次有五位共和党的众议员投下了赞成票 所以呢 众议院的共和党强硬派向麦卡锡发出了呼吁说 这五位共和党人 以后在众议院提出任何法案 共和党内应该把他封杀 当然这五位共和党人 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成为下一届国会众议院的议员 比如说切尼就已经确定下一届在国会当中 不会看到他的身影了 但是其他的共和党人 特别是来自加州的共和党的众议员 在这次中期选举当中 同样获得了他们下一届议会的这个席位 那么这些人未来将在共和党内就变成个异类 现在共和党的强硬派呼吁说 以后这些共和党人凡是提出法案 共和党首先就把他们否决了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强硬派认为 这些在这次1.7兆联邦开支法案当中 投下赞成票的共和党人 未来他们所提出的法案 不会对共和党有利 他们实质上是等于是民主党的国会议员 所以他们将来提的法案 共和党内首次要封杀他 麦卡锡对这个呼吁表达了支持 他说他如果当上议长的话 会让这些法案全部都胎死腹中 我们看到在这个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斗争同时 共和党内的斗争也改变了像麦卡锡这样的政治人物 麦卡锡过去基本上算是一个偏温和的保守派 但是现在麦卡锡的立场也越来越强硬 我想这个麦卡锡希望自己在明年1月3号 国会投票的时候能够顺利成为下一届议长有关 但是麦卡锡如果向这些强硬派妥协的话 那么意味着将来在新一届的国会当中 共和党的政治立场将会更加保守 更加强硬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佩洛西要在临别演讲的时候 向共和党发出了强烈挑战 佩洛西作为政坛的老狐狸 她十分清楚 接下来的这个新一届国会众议院 共和党的立场因为更加强硬 所以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斗争呢 也将会更加激烈 在未来的美国政治斗争当中啊 新一届的国会众议院将会成为一个主要的战场 这不但影响到拜登接下两年的这个施政 其实它更加影响到2024年的总统大选 在国会参议院除了民主党占据了多数席位之外呢 我们从这次1.7兆的年度开支法案 能够顺利通过拿到了68票支持 我们也看到在国会参议院共和党的温和派依然占据了主流 在过去美国政治历史上啊 共和党和民主党分别掌握国会的一院 那么这种情况呢是时有发生 但是在目前情况下 不但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国会两院当中平分秋色 分别控制了众议院和参议院 而共和党内的这个政治派系的变更啊 令到美国的政坛更加复杂 现在在国会参议院 共和党的领袖麦康纳尔很明显占据了主流的优势 麦康纳尔前几天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可以说春风得意 他得意什么呢 他说啊 川普现在在党内的影响力已经大大下降了 他指的是因为在2022年中期选举当中 共和党预期的红色浪潮并没有到来 而川普所背书的一些关键的政治人物 在选举当中都失败了 所以呢 川普在党内的影响力下降 川普在党内的影响力如果下降的话 那么换句话来说 麦康纳尔在党内的影响力就更加稳固了 所以麦康纳尔可以说 春风得意 他说在2024选举的时候 共和党将会推出优质的人选 麦康纳尔之前就说过 2022年他对共和党的选举并不乐观 因为什么呢 因为共和党的候选人不够优质 麦康纳尔这句话成了 他在政治判断上比川普更加正确的一个佐证 所以麦康纳尔才会如此的春风得意 那么今后在美国国会的两党斗争当中呢 我们很明显看到 民主党在国会参议院拥有他们的优势 除了这个席位上的优势之外 共和党的温和派更容易在一些议题上 跟民主党合作 但是在国会众议院呢 共和党的强硬派渐渐占据了主流 而麦康纳尔向强硬派妥协越多 那么令到未来共和党在国会众议院 跟民主党的斗争将会更加激烈 佩洛西也预见到这一点 所以在他临别演讲当中啊 他为明年两党的斗争拉开了一个序幕 佩洛西过去作为民主党国会众议院的议长 他对党内的激进左派啊 多少还有点约束 我觉得在接下来的新一届国会当中 佩洛西在不当议长的情况下 他的主要精力可能更加会放在幕后的策划方面 在国会里边的民主党的极左派 在没有佩洛西这个政坛资深政客的约束之下 极左派一定会有更多的动作 所以未来在国会民主党的极左派 跟共和党的强硬派一定会发生激烈的冲突 佩洛西很可能会利用这个激烈的冲突 从中能够更多的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好我们这一节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坡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坡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